歡迎回到科技島的奇蹟 台積電熊本廠帶動的周邊發展 有台灣的企業跟不動產公司 看準大批工程師還有家屬移居的需求 早在三年前就開始超前部署 在當地買下超過一萬坪的土地 建設台積村 如今已經完成七座開發 接下來我們的獨家鏡頭 就要跟著當地台商 開箱這個新世界 以台積電熊本廠為中心 周遭土地都在大興土木建案出售 這個僅有四萬多人的農業小鎮 菊陽丁身價一氣暴漲 是在那個方向的人 到台積電十五分鐘 到機場也才十五分鐘 我們跟著首批來熊本投資的 日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錢妙齡 直擊其中一座正在建設的台積村 要搶工移居熊本的科技廠員工 我們現在地就是在造地 在日本蓋房子是說真的蠻快的 我們大概四五月份蓋的話 九月份就差不多 那最近因為大家都來買住宅 做民宿有的美食 那我們這塊地呢 因為它是屬於第一住宅地 所以它是可以改來做 改來做餐廳 學校 教會 錢妙齡說共有七村 一到三村已經啟用 這塊地是第五村 你要看藍圖有三十三戶 每一戶都是兩層樓建築 有庭院兩個停車位 中間還有公有道路 一走出去賣場醫院 車站學校都在附近 製成一個完善的生活圈 從這裡到台積電熊本場 開車只要十五分鐘 這邊的生活機能完善 有醫院也有大賣場 這樣的精華地段 不只台灣人 連日本人都在搶賣 我真的覺得 因為從來沒遇過這種時代 其實我們很幸運 在第一批就到熊本來 其實我是2009年就來這邊 那時候也從來沒有想到說 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覺得未來的十年會差更多 因為畢竟剛開始前一兩年 大家還是會怕怕的不太敢來 那當它第二場公布的時候 好像整個熱潮突然就炒起來了 熊本的地理位置 就像在台灣的新竹和台中 整個投資環境也類似 20年前的竹北科學園區 未來高階人才大量湧入 買房租房行情看漲 熊本縣位於日本九州島的中心位置 是九州第三大城市 和其他六縣都有接壤或是 隔內海灣相望 地理位置極佳 台積電進駐設廠前 Sony已經在橘央丁布局 前妙林說早在三年前就和台灣電商合作 在熊本廠附近買下超過一萬坪土地 投資近百億日圓 是當地擁有最多土地的台灣企業 如今二廠排版建設 買房買地的人數翻倍 這間是台積村的預售屋 一樓能當店面 二樓作為自住 外觀設計風格簡約 像這樣子的房子 在日本叫一戶建 就類似台灣的透天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台灣人 買來自住或者是投資 走進裡頭 客廳空間寬敞採光明亮 另一間是日本和市 走上二樓有三間房間 都有大片落地窗 像這樣一戶大約台幣一千多萬 一個房地產差不多 一戶下來差不多台幣一千多萬而已 我想台北市一千多萬 真的是買個小套房 都還可能沒辦法買齊全 對 這是我是覺得現在是實際 千妙齡觀察 台積電進駐熊本縣居陽町 當地房價漲幅比熊本市區還要高 地價從一坪兩萬日圓 約台幣四千三百元 翻漲到一坪二十萬日圓 約台幣四點三萬元 一口氣漲了約九倍 居陽町周圍土地也跟著飆漲 像是大津廳商業用地 漲幅達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工業用地飆漲百分之三十一點一 漲幅距日本之館 專家分析 許多民眾看好台積電的外溢效應強 大津廳交通便利 許多民眾提前來卡位 專家觀察台積電開幕後 生產線開始運轉 未來會有更多工程師進駐 將持續推升房價 特別是交通幹道 機場和車站周邊的商業用地 都是投資熱點 企業進出も住宅の進出も増えて 車が増えてきて 渋滞が少し加速している状況です その中で一つは 県、国と連携しながら道路整備 心の底から大歓迎しておりますので 早く台湾の多くの方々に来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それは観光もそうですし それから企業の皆さんがね 会社としてこちらで創業なさる そういったことも大考えでございます 霍國神山殆尽人流 湧入金流 隨著一場開幕後 二場也將開工建設 在政府大力補助下 周邊基礎建設也加緊趕工 台積電設廠效應發威 原本純樸的小鄉鎮 命運徹底改變 房價水漲船高 變得寸土寸金